博家梵歌第四章 超然的知识 至尊人格神圣主魁士纳说 我把这门不朽的瑜伽科学传给太阳神维瓦斯万 维瓦斯万又将它传给了人类的始祖马努 马努又传授给了Ikswaku 这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试图传系传授下来 那些圣王们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这门科学的 然而时光流逝 传系中断 这门科学的本来面目仿佛已被淹没 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门关于人与至尊关系的古老科学 因为你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奉献者 所以必能了解这门超然科学的奥秘 阿尔珠娜问 太阳神维瓦斯万的出生早于你 这叫我怎能明白 开始时是你将这门科学传授给他的呢 至尊人格神说 你我都经历过无数次的诞生 我全能记得 可敌者呀 你却不能 虽然我无声 我超然的躯体永不朽快 虽然我是众生之主 我仍以原初的超然形体显现于每一年代 无论何时何地 每当宗教衰落反宗教盛行 巴拉特的后裔友 我便降临 为拯救前信者 铲除恶徒 重建宗教原则 一个年代 负一个年代 我亲自降临 人若能了解我显现和活动的超然本质 离开躯体后 再也不会降生于这个物质世界 而珠娜呀 他将晋升到我永恒的居所 远离执着 恐慌 称怒 时时思念我 脱避于我 因为认识我 过往许多人 纷纷得到净化 而达到对我的超然之爱 因为所有人都皈依我 我将视其情况 目以恩责 普瑞塔之子哟 每一个人 都在各个方面 追随我的道路 人在这世上 从事功利性活动 渴望成功 因此就去崇拜半神人 当然 他们很快 就会从功利性活动中 得到结果 根据物质自然三形态 和附定给每一个形态的工作 我将人类社会 划分为四个阶层 我是这个制度的创建者 但你该知道 我仍无变化 无需工作 你需知道 由于我并无变化 因此 我仍是无为 我不受活动的影响 也不追求活动的成果 谁了解关于我的这一真理 便不再受活动带来的夜暴的缠绕 古代所有解脱了的灵魂 都深知我的超然特性 并依此而活动 因此 一如古圣 你敢以这神圣的知觉 履行自己的职责 什么是活动 什么是不活动 即使智者也困惑不解 现在 我告诉你 什么是活动 懂得了它 你就可以从所有不幸之中 得到解脱 活动 错综复杂 难以明白 因此 人该正确地去认识 什么是活动 什么是被禁止的活动 什么是不活动 于活动中 见不活动 于不活动中 见活动 这样的人 才是人中之智者 虽然 他也从事种种活动 却已达超然境界 人若每一份努力 都毫无感官享乐的欲望 他便处于完全的知识之中 圣者说 这样的人是工作者 但其工作的报应 已被完美的知识之火 化为灰烬 放弃一切 对活动结果的执着 自足自立 这样的人 虽然从事种种事物 却并非进行功利性活动 具有这种理解力的人 活动时 完全控制心意和智性 摒弃一切拥有之念 只为生命的基本需要而活动 这样的活动 人就不会受罪业的影响 满足于自然而来的得意 脱离了双重性 不怀疾度 成败不惊 这样的人 虽从事活动 却永不受束缚 人不依附于物质自然形态 而且全然处于超然知识之中 其活动便完全融会在超然之中 完全专注于云士纳知诀 肯定可通过对灵性活动的全然奉献 而到达灵性国度 因为灵性活动的结果是绝对的 所奉献的一切也便是灵性的 有些瑜伽师用完美的方式崇拜半神人 向他们奉上种种祭祀 而有些则在至尊犯的火焰之中进行祭祀 有些人 纯正的Brahma Chari 在心智控制之火中 以灵听和感官做献祭 有些人 受规范的居士 在感官之火中 以感官对象做献祭 还有些人 有致于通过控制心意和感官 而获得自觉 他们则把一切感官和生命之气的功能 作为祭品 供奉于已受控制的心意之火上 有些人 立下庄严的誓言 通过牺牲自己所有 而得到觉悟 也有人 通过实行严苛的苦行 修习八部瑜伽 或钻研伟达经 而得以在超然知识方面取得进步 还有一些人 为了常处神定 偏好控制呼吸的途径 他们练习反呼为吸 反吸为呼 最后达到无呼无吸 而常处神定 此外 还有人以节食为法 以停止呼吸 做牺牲 这些奉行者 通晓献祭的真意 他们洗尽了罪业 尝过了献祭的甘露 于是 便向着至高无上的永恒境界迈进 酷如王朝之俊杰呀 不做献祭 人无法在这个星球 或在现世快乐的生活 更何况下一世呢 这种种不同的献祭 由种种不同的工作产生 均为伟达经所认可 你若能这样了解他们 就可获得解脱 成敌者呀 在知识中做献祭 比仅以物质拥有 做牺牲更好 普雷塔之子呀 一切牺牲活动 最终以达到超然知识 为顶点 努力接近灵性导师 学习真理 寻以疑难 全然顺从 而且为他服务 自觉的灵魂 因掌握了真理 故能受你以知识 当你从自觉的灵魂那里 得到了真正的知识 就永不会再 堕入虚幻之中 因为这知识会使你看到 一切生物 都只是至尊的部分 或者换句话说 它们都从属于我 即使你是罪人之手 一旦登上超然知识之周 也能力度苦海 正如熊熊火焰 坟墓成灰 而诸那呀 知识之火 也能把一切物质活动的 报应烧成灰烬 在这个世界上 超然的知识 至为崇高 至为纯粹 这知识 是一切神秘主义的 成熟之果 谁擅长从事奉献服务 必将在一定时候 在内心中享受这门知识 现身于超然知识 并抑制住感官的潜信者 有资格得到这门知识 一旦得到这门知识 他便能很快达到 至高无上的灵性平和 愚昧而无信仰的人 怀疑岂是圣典 则无法获得神的知觉 他们沉沦堕落 对于那些心存怀疑的灵魂 无论在现世 还是在来世 都毫无快乐可言 在奉献服务中活动 弃绝活动结果 并以超然知识 摧毁了一切疑虑的人 实际上 已处于自我之中 财富的征服者呀 这样的人便不再为夜报所束缚 因此 以知识为武器 挥砍你心中 由愚昧带来的疑虑 巴拉特的后裔啊 瑜伽是你的武器 起来战斗吧